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非正規實習生UNI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新增在挑戰模式還有劇情關卡的三個BOSS 炎龍騎兵、守禮劍和曼達蕾拉滴滴 炎龍忌兵首次出現在洛克人XBOX裡 他是八大BOSS之一 原本是屬於非正規品獵人第14特殊部隊隊長 但是在被CMR煽動之後 他破壞了天空殖民城市 進而引發非正規品獵人和仲裁部隊之間的內戰 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非正規品獵人比較像是警察 而仲裁部隊的規模則是比較像是軍隊 但兩者的目標都是在獵捕非正規品 在引發了這場大戰之後 炎龍忌兵正式背叛了非正規品獵人 並奪到了火山裡頭 他是一個熱愛武術的格鬥家 大家是不是覺得他的招式有點熟悉呢? 國動拳、昇龍拳 沒有錯!他的設計原型就是參照 Great Fighters裡的龍和豪鬼 在面對他的時候不但要注意他的攻擊招式 還要注意你的腳鞭 是不是會不小心就掉到岩漿裡面? 接下來的BOSS就是形象比較特別的手禮劍 在系列作中也有類似的敵人登場過喔 手禮劍是X3中出現過的BOSS 在出場的時候會有袁世銀將他投射到關卡中 在投射完畢後 袁世銀就會逃離戰場 而手禮劍其實就是由希格瑪病毒實體化的武器型敵人 要注意他的移動速度喔 不過只要摸清他的移動目鏡 想要擊倒他其實並不是一件難事 第三個要介紹的BOSS 他在洛克人X3中登場 也就是在本週更新的劇情關卡第11章中出現的曼達蕾拉BB 曼達蕾拉BB和瓦傑莉拉FF 都是由Dr. Dobler開發出來的 他們兩個組成了夢魘警察 來守護和平的城市 瓦傑莉拉FF是速度型的 而曼達蕾拉BB則是力量型的思考型機器人 他的外型參考了佛教的造型 非常的有特色 他們兩個的命名來源都有宗教的色彩 曼達蕾拉BB的攻擊方式非常特別 他會利用重力中置來限制敵人的行動 或是把人吸到半空中 但最需要注意的還是他的物理攻擊 只要被他抓到 就會一拳直接把你灌到牆壁上 在這次的十一之六關劇情裡 也透露了一些主線劇情的走向 大家要密切注意喔 以上就是三位BOSS的介紹 大家還想要知道哪位BOSS的原始設定 或者是參考來源嗎 請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非正規情報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只要不要抓到 就會一拳直接把你灌到牆壁上